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从老旧的桶子楼中买了一间房 桶子楼总共十几个平方 放进杂物再挤进两个人 剩下的地方就只够放一张床 王斌小时候就和他妈睡一张床 等他长大 他和他妈就一人睡一头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王斌高中入校 他才自己拥有了一整张床 王斌说他当时在床铺上开心地滚来滚去 故事听起来很有趣 但我能感受到当年生活在那样瑕疵的空间里 他得有多憋屈 我疑惑 就算他家再拮据 为什么不把大床换成两张小点的床 王斌长叹一口气 是我慢慢就清楚了 我总觉得王斌话里有话 毕业后不久 我就跟着王斌回了老家 我心里很唏嘘 屋子比我想得还要小 进门后 王斌他妈并没有我期待的热情 反而对我有种道不明的疏离感 他对王斌却是问鸡问寒 颇有些讨好的语味 王斌却不太领情 敷衍应付了事 中午我们只简单吃了几个菜 我心里有点失落 我今天不但没有拿到未来婆婆的红包 还连个像样的接风宴都没有 王斌他妈八成是没看上我 吃了饭 王斌他妈问了很多关于我的问题 比如说学历 证书 实习经验等等 这方面我都没什么优势 除了学历和王斌一样 我啥也比不过他 听了我的回答 王斌他妈直撇嘴 这一天的见面不婚而散 王斌妈的表达观点就是 我虽然家庭条件挺好 但个人条件太差 陪他儿子差点火候 也就勉强及格 我不知他的这种迷之自信 源自于哪里 心里窝火 王斌宽慰我 让我不用把他妈的话 往心里去 他都是一个耳朵进 一个耳朵出 我知道王斌妈这辈子的心血 都倾注在他身上 对他寄予了太高的厚望 事后就过去了 婚前过程 无非是我和王斌周旋两边老人 他们最终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并且我们决定结婚后 住在我家买的新房里 新房和王斌老家不在一个城市 我想着这样和婆婆拉开距离 应该没什么问题 没想到今天结婚 婆婆过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顺便就把自己的行李带过来 说要来照顾我们 我纵使不愿意 也不能刚结婚 就把上门的婆婆赶出去 王斌见我同意 欲言又止地想说什么 最后他把话咽了下去 婚宴结束 我和王斌都累得浑身散架 回到新房就准备躺下休息一会儿 忽然婆婆自便 旁边有间侧卧 她可以到那里住 王斌先躺下来 我洗了脸过来 她嘱咐我锁门 我以为她还想干点什么羞羞的事情 心里笑话她 我累成这样可不奉陪 我就没把她的话当回事 我平时也没有锁门的习惯 睡到半截 我听到有人在乒乒乓乓地弄东西 我迷糊着睁开眼 看到婆婆在我们床边 倒腾一个折叠床 我一个机灵就醒了 大声地问婆婆在干什么 婆婆像耳背一样 自顾自地继续铺床 就是要躺下 王斌被我的喊声惊醒了 看到他妈后 他懊恼地抓了抓头发 反过来埋怨我为什么不锁门 我一肚子委屈 我哪知道婆婆会进我们的房间 还在这里安盈扎寨了 我不快地问婆婆 为什么不去测卧水 婆婆说 她在小屋里睡习惯了 睡那边空得慌 说完 她还看了看王斌 加上了一句 不守着我儿子 我睡不踏实 我大低眼镜 难以置信地看着王斌 示意他给我一个解释 王斌拉着我出了房间 他的话 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王斌说 他爸去世后 婆婆就像变变了一个人 他变得特别黏人 只要王斌在家 婆婆就和他形影不离 后来王斌长大一些 想要有自己的空间 他妈就要死要活地威胁他 时间久了 王斌都没脾气了 王斌说 今天他本来要阻止我 不让婆婆来的 只不过我答应得太快 他怕提出反对 婆婆在在婚礼上 撒泼闹情绪 事情没有收场 我撇了一眼 在卧室躺下的婆婆 心里犯愁了 当天晚上 我们的洞房花竹夜 就这样闹剧一般的收场 第二天 王斌商量了半天 婆婆才从我们屋里 把折叠床拿了出去 为了以防万一 我让王斌趁着婆婆不注意 把床搬到储藏间 我慢慢养成了 静卧室闭锁门的习惯 接下来我发现 我陷入了王斌 我 婆婆的特殊三角关系中 婆婆不单纯的是 依赖王斌 她甚至是忌妒和仇视我的 婆婆干家务很有边界感 她洗衣服 都是把他们的衣服洗掉 把我的衣服留在脏衣筐 甚至盛饭 她也只给自己和王斌盛 不给我成 只要我和王斌说话时间久一点 她就立马喊王斌去帮忙弄这弄那 尽管王斌会想办法 弥补婆婆的过失 她还积极地给我洗衣服 叠衣服 盛饭 但我的怒气值 还是蹭蹭地往上窜 终于在一次吃饭时 我忍不住爆发了 有天 王斌想吃排骨 婆婆要做的时候 我提出 前几天 我刚从网上学了排骨的做法 今天想露一手 王斌打去说 她也想尝尝我的手艺 婆婆不情愿地解开了围裙 气呼呼地回了我室 饭桌上 王斌看着我做的排骨色香俱全 忍不住夸奖我的手艺 我不嗤之以鼻 说光好看有什么用 得好吃才行 王斌赶紧尝一块 她烫得直咧嘴 却不忘给我梳大拇指 只说好吃 我问累拉的老肠 看王斌这么护着我 她故意用筷子 摔碟子打稳地弄动静 闹情绪 嘴里嘟囔着 我感受她做的味道还差得远 我当时血都冲进脑子了 妈你什么意思 我忍你很久了 要不是王斌说你以前经常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你以为我能这么好脾气一直惯着你 王斌是你儿子 也是我老公 以后还是我孩子的爸 他不是你一个人的 再说我又不是小三女 犯得着吗 整天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我连续输出 萌婆没想到我会突然发飙 她可能看我总是忍气吞声 把我当做软柿子了 她哆嗦着嘴唇 手指颤抖着指向我 眼睛一直盯着王斌 她的意思很明显 想让王斌收拾我这个泼妇 王斌撇过头不看婆婆 皱着眉 坐深呼吸 她忍得很辛苦 我不看我和王斌竟同一战线 她恼羞成怒 哗得一声掀了桌子 立马一地狼静 然后她蹲在地上 就开始干嚎起来 我看着散落在地上的排骨 杀人的心都有了 我直接和婆婆开门见山的撕破脸 我今天把话放这 你要想好好住 就夹起尾巴别左腰 我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还有下次 你直接收拾东西 从这个家滚出去 婆婆哭得更凶 她开始哭诉自己的不幸 无非是说 自己拉扯大的孩子 见着媳妇欺负自己 也不帮忙之类的 王斌紧握着拳套 憋得满脸红红 她大吼一声够了 直接拴门进了卧室 王斌的哭声戛然而止 她一脸难以置信地 看着王斌离开的背影 我不见没法作妖 王斌也真的暴怒了 就乖乖去了卧室 王斌和我道了歉 我心里还是愤愤难平 王斌想了半天 说她有个办法 可以让她妈搬走 第二天婆婆一出卧室 就见王斌收拾好行李 坐在沙发上等她 婆婆有些慌乱的王斌 又要去哪里 王斌说公司安排了 让她去外地跟项目 要去好几个月 她临时嘱咐婆婆 让她先回自己家住 等她回来了再说 没错 王斌昨天说的办法就是 申请住外办公两个月 她希望婆婆自己觉得 在这儿没意思能主动离开 那只婆婆非但没走 还干出了更加荒唐的事情 王斌走后 我婆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法开始有事没事地盯着我 尤其是当我加班回家晚一点 她开始进门就盼问我 和谁在一起干什么去了 我心里尽管无奈 但也懒得和她闹 直到后来我还是爆发了 那天我有个重要的客户 晚上需要陪着她出去吃饭 从晚上八点开始 婆婆就不停地打电话给我 前两个我接了 我和她解释自己在陪客户 后面婆婆还是继续打 我就烦得直接关了手机 婆婆这种行为 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了 我气冲冲地回到家 见婆婆坐在客厅 一脸严肃地盯着我 没等我发作 她先开了口 王斌不在家 你这么晚回家 万一遇到了意外出了事 我怎么和她交代 你尽给我找麻烦 婆婆指责我 我瞬间就觉得哭笑不得 一方面婆婆这话 貌似有关心我的成分在里面 另外一方面 她之所以关心我 竟然是为了向她儿子交代 我觉得婆婆的心态很有问题 她过分地以儿子为中心了 她做任何事情 都围着王斌画圈 王斌所有的情绪反馈 都会影响婆婆 按照这个心事发展下去 婆婆累 王斌累 我也累 事到如今 软硬的方法都用了 看来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只能开诚不公地 跟婆婆谈判一次 结果再坏还能坏到哪里去 我拿出120分的耐心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我试图让婆婆明白 她应该退居二线 享受生活了 我表示我和王斌会给她养老的 她没有必要整天在前行和我火拼 婆婆听到这里 她又开始抹眼泪 不过这次她没有作妖 而是把这些年的委屈 竹筒到豆子一般 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 原来自从公公走后 只剩下了王斌一个情人 婆婆的娘家爹妈去世的早 几个兄弟姐妹 也都关系寡淡 婆婆一门心思 全扑在王斌身上 这么多年 她早就把儿子当作自己身上的一个部件 所谓关心则乱 婆婆越是想得到王斌的关怀 王斌就更加疏远她 她心中很恐慌 就像孩子一样制造麻烦 企图能引起王斌的关怀 婆婆之所以针对我 也是觉得我抢走了她儿子 分走了王斌应该给她的关爱 我不哭得生死历劫 我从心里开始有些心疼这个刁针的老太太 可恨之人也必有可怜之处 说到底 还是婆婆的注意力太集中了 我得想办法让她有自己的生活 这样我和王斌的日子 才永远没有后顾之忧 我安慰了一番婆婆 又讲明了家庭中夫妻和睦的利害关系 我反问婆婆 她是不是也不想我和王斌过不下去 她想让王斌同她一样 在孤单恐慌中度日 她还有儿子 王斌将来有什么 婆婆惊恐地看着我 悬起一副愧疚的样子 我知道 她的话听进去了 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得加砝码 我每天下班后 都带着婆婆去广场 看别人跳广场舞 到后来 我干脆拉着她一起跳 婆婆一开始还扭扭捏捏的 不好意思 时间久了 她每天晚上 吃完饭就下楼去了 我看着婆婆整个人都变得开朗了一些 我们的关系 也慢慢变得融洽了一些 两个月后 王斌出差回来那天 我和婆婆在厨房 一起准备晚饭 我切菜 婆婆上锅 分工明确 听到王斌半天没回过神来 饭桌上 我快婆婆做菜做得好 婆婆反过来说 是我帮手做得到位 王斌更是一副 难以置信的表情 一顿饭吃得舒心畅快 饭后 王斌偷偷拉到我卧室 他问我 给他妈吃了什么药 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 王斌直夸我贤惠 同时 他也有些自责 是他忽略了婆婆的心理健康 才导致了那些矛盾 从此 王斌尽量每天抽时间 陪婆婆聊会天 婆婆再也没有做出过 出格的事情 她反而感激我 是我帮她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后来 我有托我妈 给婆婆介绍了一个老伴 两位老人都很乐意 不久就领了证 婆婆也从我家 搬到老伴那边去了 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和老公 也拥有了美美的二人世界 我有时候还会心有余悸 我问王斌 如果那天我没有选择 和婆婆开诚不公的了 而是发信一通 把婆婆赶出去 今天会是什么结局 黄斌笑着说 他觉得我不会 其实 只有我知道 有很多个瞬间 我都想赶婆婆走 但是我庆幸 自己愿意正面处理家庭矛盾 而不是破罐子破帅 选择逃避 也感谢自己 有一份愿意理解家人的心 否则今天的结局 会很残酷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